周杰倫 你真的是 你開個演唱會 怎麼會把人家逼到下水道去呢 我必須要呼籲 周杰倫 請你在下水道也擺放座位 不是 沒有啦 阿天也搶不到周董票 呼籲他下水道擺座位 真的太難了啦 我們怎麼可能 沒有什麼特權 哪有什麼特權 我沒有去搶票 因為其實我身邊很會很會搶票的人 就是假如他們有多的話 我還想要跟他們要 可是連他們很會搶的人 都沒搶到 太難了 連好友阿肯也沒有票 天皇周杰倫將於12月5號至8號 在台北大巨蛋開唱 89萬人上線 搶15萬張門票 全數賣光 創下時尚最難買紀錄 還有網友開創 從下水道爬進大巨蛋 聽周杰倫演唱會活動 吸引萬人相應 周杰倫 你真的是 你開個演唱會 怎麼會把人家逼到下水道去呢 變成台北市超多忍者貴 我必須要呼籲周杰倫 請你在下水道也擺放座位 不是 不是 沒有啦 蠻希望說他 我覺得他依這樣子的狀況來講 他明年可以再多開支 因為他這次說4場 那接下來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時間的關係 明年 明年辦365場 好不好 我在那邊呼籲他 我的話他應該會說 那如果說有藝人朋友們 他可能會邀請 那我們在等他邀請 我們也只能等 那你說你真的要跟他要票 說有沒有票啊 公司有在賣啊 就可以跟公司講一下 然後他就去打網球了 盡量不要 因為大家想要看的是周杰倫 想要看周杰倫的演唱會 拜託不要 我也拜託他不要叫我去 不然這樣啦 我們邀請周董來上我們節目啦 好 直接在節目上面 然後多唱幾首歌 要你要邀啊 最熟的就你了 不一定啊 我們這個說不定 靠你了啦 謝謝Kent 我先問一下昆蓮好不好